主料,南瓜150克,排骨100克,主料,豆豉酱,料酒,生抽,蒜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用餐人数,1-2人,排骨切块,用清水加一小烧溅粉,浸泡20分钟去写水,沥干,南瓜去皮切块,蒜去皮切碎,大火烧热锅, 倒地干水分的排骨放进锅中,转小火慢慢煎至,微微出油状态,盛起,锅底流油,再放进少量花湿牛,把蒜米放进锅中小火包香,转大火,把排骨和南瓜放进锅中翻炒均匀,倒进料酒,充分翻炒南瓜和排骨制料酒蒸发,倒进里紧鸡香烙酱,充分翻炒均匀,倒进开水,水量与锅中食物持平, 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二十分钟,倒进生抽条内,再放进适量盐条内,大火收之即可,烹溅技巧,一南瓜可以不削皮,这样热粗的成品不会容易碎,但是我惧怕农药残留,还是削皮,如果不想削皮的同学,请把南瓜充分清洗干净,二豆豉酱已经有咸味, 所以点的份量可以酌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